好,那我們真的要切畫面 好,那這一門課 我發現 切了嗎?看得到嗎? 看不到 有些人看得到 你這一台搞不好 不在裡面了 等一下喔,我再等一下 我發現它上面有一些圖示有點怪 好,再試一次喔 有了嗎? 沒有 好 那 把這一台也開起來看看齁 如果你看不到左右稍微看一下喔 那先把旁邊的也開起來 我們等一下重切一次 好,那 我怎麼覺得好像我們這一門課好像 有點久沒有上 上禮拜 中秋節放假 中秋節放假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好像只上了一次對不對 一次而已嘛 一次而已嘛 對 所以就只有把環境安裝完 就 就 Hello就結束了 對不對 所以 目前 目前大概只有到這樣子喔 那 這也是個好事喔 因為這樣我才來得及 準備課程喔 這門課實在是有點難準備 好 那今天呢 喔 我們打算這樣子喔 就是 就是 各位知道我們的網站嘛 對不對 我們的網站一樣在我的 的 原本這一個 網站 裡面喔 但是 你點那個 手機程式設計裡面的 教科書 喔 教科書有一個 輔助教科書是在 就是 就是 就是這邊 這一個內容喔 那 我們今天打算從視覺元件開始講喔 那不過我們的網路好像有點慢喔 所以我都會先開起來喔 那我們從視覺元件開始講 好 那 我後來覺得 這樣是一個比較容易入手的方式 對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這怎麼講呢 其實 Android的如果你真的要 如果 進入他的城市的話呢 會是一個 有點 有點 有點障礙比較高的 對 那為了要入門呢 我們先 不理Java 先不理Java 也就是說 視覺元件 基本上你只要SML就可以了 那 那 SML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東西 Java是一個 比較難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們 從 視覺元件開始 就可以先 暫時 避開 Java 而且 不是只是避開Java 因為 Android的Java 跟 傳統的Java所使用的韓式庫 是完全不一樣 也就是說 我們也 同時避開了那些韓式庫 但是避不了太久 啊 幾乎 除了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韓式庫 像 自傳 System裡面的那些東西以外 其他幾乎都不一樣 這個有一個故事喔 Google 做Android的時候 做Android的時候 他 要借助Java的資源 我們上次好像有講過對不對 所以他做了一個很奇特的事情 就是 他自己做了一個虛擬機 那個虛擬機呢 跟Java的結構不一樣 Java是堆疊機 Google是暫存器虛擬機 OK 那 他這樣做的結果呢 就是他把Java的.class檔全部轉成他的.des檔 OK 這樣做的結果呢 他可以把所有Java的資源通通都吸收 但是呢 他又不侵犯 生涯在這方面的專利 OK 那 但是 Android他是一個手機上面的作業系統 手機不只是作業系統 因為他的作業系統其實是Linux 他是一個手機上面的完整平台 OK 那 他 他 吸收的 原本Java的韓式庫 以外 他其實把整個視覺化界面全部重做 但是他的重做呢 基本上他是 構併了另外一家公司而來的 好 所以那些重做的架構跟生涯原本的那些 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生涯的視覺化界面會用什麼 用Swing 但是各位都知道Swing真的很難用 OK Swing真的很難用 Java在這方面超級失敗 他在視覺化界面上面超級失敗 所以沒有人要用Java的Swing 那他一直改版喔 他從最早期的火光劑叫什麼囉 然後 那個視覺化界面一直改版都很失敗 但這次很注意的他的視覺化界面我覺得他做得很成功 這是他非常大的貢獻之一喔 他把 他把Java帶進了一個真正有視覺化界面 有良好品質的視覺化界面的一個環境 OK 但是他為了避開生涯 他不能夠用生涯的核心函事庫 對不對 因為生涯的核心函事庫是生涯寫的 他在這邊有著作權阿 那雖然他有讓一般的程式設計師都有使用權 但是你一旦跟他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他就會告你的 OK所以他避開了生涯的核心函事庫 那他採用哪一個核心函事庫 就是說那些Java的基本函事庫 像Stream阿 像那個那個 容器阿那些東西的 他是採用哪一個函事庫 對 他採用了Apache 各位知道Apache是開放原始碼的 組織就是那個Apache Server的 設計組織喔 那Apache裡面有一大堆 跟Java有關的計畫 他把那邊全部都收進來 所以他其實是 用Apache的韓式庫 然後繞過了生涯的韓式庫 再用他的DVM繞過生涯的虛擬機 然後整個都繞過去 但是他還是採用 吸收了Java的所有資源 OK他是這樣做的喔 所以 在這裡 你會看到 你過去 就算你學過Java 你在這邊你會發現 我除了基本語法以外 其他的 我都不認識他 所有韓式庫幾乎我都不太認識 全部都要重來 重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學語言比較困難 還是學韓式庫比較困難 因為韓式庫實在是太多了對不對 所以你熟悉一個語言之後 其實熟悉那個韓式庫才是最花時間的 OK 語言很快 大家的語言現在都從C語言下來的 長得都很像 我有時候在寫 寫Java 有時候寫C Sharp 有時候寫C 有時候寫JavaScript 現在覺得好像也都還好啦 沒什麼太大的差異啊 對啊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從C語言 寫成語法下來的吧 所以 重點是那個 當你要用韓式庫 你至少一定要用一個韓式庫吧 就算你寫命令列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開始不一樣了 在 在那個 C語言裡面是printf 在 C Sharp裡面是console.writeline 在Java裡面是system.out.println 然後在JavaScript裡面 基本上沒有命令列這個東西 它直接輸出到HTML裡面 它用document.write